这个这么多电影人 拍了这么多好的电影 不会说话 哎呦我坐在这里太着急了 你们要拜我为师 15分钟我就给你练 这说话特简单 你不要说要说这个明言警句 你就心里怎么想 你就怎么说就行了 你比如说这个 李子维当时请我的时候特别难 是吧请了6年 我都不去 为什么呢 因为他开的价特别低 我说我们自己谦虚 说我们不是最好的主持人 哎呦你还当真了 然后第6年这个去了 去了以后呢 我就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 我觉得这个电影节 这个装扮得特别好 装扁扮演 就是特别好 然后呢 这个这个子维也特别热情 他说 齐老师 我们有一个想法 我们想让你做我们影展的终身主持人 真聪明 然后他老 他老说介绍他这个 合作伙伴 实际上是你丈夫 是吧 这个话你看怎么说了 还可以说 说夫妻俩 这个长时间 都不能在一起 这个居住 孩子没人管 怎么生的孩子呢 你可以说这个影展实际上就是个夫妻店 对吧 但是呢 你还可以说 妻子和丈夫 把所有的心血都放在了这个影展上 那就看你怎么说呗 对吧 这个影展 我觉得是我看到的最干净的影展 真的 就要不是谢飞老师来 要不是谢飞老师来 我还会这么以为呢 第二呢 就是说 这个影展他特别宽容 真的 非常宽容 我们看 看中国电影的人 就是一出现龙标 你会不会就热血沸腾 因为这是我们中国又一部电影上来了 但是我看楼叶电影的 他没龙标 我在电视里我也看 盗版的我也看 是吧 然后去年 我跟楼叶先生开了个玩笑 我说 你忙什么呀 你这片子拍完了也通不过 他还真爱我说的做 刚才特别嘱咐 说你上台别再说这个话了 我是觉得 现在青年导演呢 各方面都很棒 没问题 不是说我认可 你看第四代导演的代表员 我谢飞老师认可 第五代呢 那更认可了 为什么呢 前一段这个叫中国导演学会 他们给那个第五代导演 整个办了个喜丧 是吧 对就是 对就是说那个 就整体吧 别一个一个退出了 大家一块一块退出了 第一代导演的最大的特点 它是不分代 真的 你第一代活着 他都敢请来 他是各代的导演 全在一起 然后呢 你就从他这个电影里 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代沟 我们欣赏的就是你的代沟 那么就我而言呢 我觉得 我认为 可能最弱的环节 就是剧本 剧本不行 但是 最妙的是 我自己手里就有一万个好故事 全是这个 真实的故事 都是有原型的 而且这些人 我都采访过 当时我也不知道 这些故事行不行 我在上海开了个发布会 在现场讲了三个故事 赵老师 不是崔永元故事库的发布会 请确认一下 不是写了新闻发布会了吗 确认一下 英文认识不 不认识 我学俄语的 收回来 好 到这 我特别高兴 崔永元故事库和 我们结成了一个联盟 对 我们要一起 给年轻导演 提供最好的剧本 我告诉大家 我的第一个剧本 是被王家卫导演买走了 第二个剧本 被江文导演买走了 然后我也特别感谢 我们的这个合作 熊元故事库和 福斯德 得到了那个 佳能的支持 谢谢你们冠名 我们跟上映集团 咱们联合也跟他们签了 合作的这个战略协议 腾讯影业 爱奇艺呢 下礼拜咱们签 我们争取 争取抽出时间来 好不好 然后呢 我是觉得电影界 就是不团结 真的 电影界最大的问题 就是不团结 你看那个各种 什么公共号啊 什么的 乱七八糟的 互相的接短 接黑的 我们first的电影节 我们大家一定要团结 好不好 好 就是这个 所有的猫女 我们自己